Money Jump 那Money Jump他非常的受歡迎 他主要的特色就是說 他裡面有個旋轉木馬 那可以給小朋友在裡面 就是便用餐 用餐完之後可以去做他們的旋轉木馬 是騙? 騙騙,騙騙 這家人就沒有人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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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二 到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BTV Kits 這個是貝爾,貝爾 Say Hello Hello 貝爾在兩個月就要滿四歲啦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金屎餐廳,因為很多的 雪爸爸媽媽,爸比媽咪 所以我問我說有哪些地方可以帶他的小朋友去玩的 那我在這裡先提供一些資訊 就是有一個雜誌叫做親子天下 有名的就是網紅,專門在看的一些 貝爾爸比媽咪徵選的一個網站 那親子天下本身就有了五間非常有名的親子樂園 或是親子餐廳間樂園可以玩 那第一名的話大家應該都知道叫做 Money Jump 那Money Jump它非常的受歡迎 它主要的特色就是說它裡面有個旋轉木馬 那可以給小朋友在裡面 就是便用餐,用餐完之後可以去做他們的旋轉木馬 歡迎收看明朝時尚 我想今天艾琳來到這個空間是不是非常的夢幻呢 那當然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經認得了這個非常具有地標性的一個旋轉木馬 沒有錯我們來到了一個親子餐廳 這個親子餐廳其實是所有爸爸媽媽們夢想中的一個空間 因為一般來講像艾琳身為媽媽呢 常常都在想假日帶孩子去哪裡 或是放假去哪裡好呢 當然親子餐廳最佳選擇 好所以第一名的話就是親子餐廳叫做Money Jump Money Jump它本身就是很漂亮 對,I want you 都是公主粉色系列的那個物質 那它就是小朋友用餐的同時啊 也可以去做那個他們的旋轉木馬 第二名的話呢 它是一個親子餐廳叫做葛林 它本身就是很有特色就是它有一個火車 然後也有一個在晚的一些地方 然後也有沙池 然後小朋友的遊樂設施 你可以在那邊辦派對 哈囉大家好 我是Abic艾貝克親子遊王的浩如 這次要介紹的格林屋 Greenwood親子餐廳老闆娘是御方喔 上下兩層一共有120坪 是它針對了0歲到8歲的小朋友 所設計的室內遊樂空間 一樓有樹屋啦溜滑梯 還有一區專門給小小朋友的爬爬區 地下室還有小朋友玩開車的車車區 跟小女生玩的廚房遊戲區 所有的玩具都採用安全高級的設備 讓父母都可以安心喔 餐廳各處都有座椅讓爸媽休息 還特別引進一個縮臀椅 讓媽媽可以邊陪小孩邊守身 我知道您對於空間的規劃 你是有一定的想法 比如說你一進門那區是爬爬區 我們主要是做10個月 到1歲半以下的小朋友 像你現在看到這一區 是藍色積木區跟樹屋區 這是屬於比較大年齡的小朋友 所以大概是七八歲以下 我們都可以接受 那我們在地下室的部分 就是6歲以下的小朋友 可能有伴家家酒啦 有嘟嘟車啦 還有一些積木啊 跟一些餐桌上的桌遊的遊戲 我們都有設計到 地下室整個B1的那個遊戲空間的 牆壁上的庇遊的部分 全部都是從德國來的 隔離屋的室內空間採用白銀子消毒 玩具的部分也很注重安全性喔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我們後面的 宿物跟溜滑梯 所以我就沒有使用塑膠製品 然後重點就是我們的那個 看起來很像石頭的其實是枕頭 小朋友大朋友還有爸爸媽媽 都常常拿來打枕頭仗 因為如果你在家裡打枕頭仗的話 媽媽大概會發瘋吧 絕對會被媽 我覺得小朋友都很喜歡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可是你在家裡可能沒有辦法 有一個秘密基地 所以我希望你的秘密基地在我這裡 另外隔離屋也設計了 周到的青山空間 而主廚現做餐點 則取代了微波料理食物呢 我們餐點呢 你也說不上來 它是台式日式或西式 我們是抓大家會喜歡吃的餐點 那玉芳姐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消費方式嗎 因為媽媽都很注重 我要花多少錢 就是平常的日子呢 大人是350元 小孩子200元 打一層服務費 假日的時候呢 是大人400元 小孩來150塊 就等於是各家50塊 對 我跟我老公帶兩個小孩來 一個下午的時間 可能我們來完兩點到五點 我們大概要準備多少錢 可以來三個小時 這樣子的話一千出頭就有啦 一千出頭就可以了 又玩得很開心啊 這三名的話呢 第三名的話呢 就是那個鐵道 那個鐵道餐廳它的特色就是在於說 你在用餐的同時你可以坐小火車 然後可以繞那個餐廳的一整圈 在開窗 去迎接清晨的眼光 花香妆 心裡反而有點緊張 對你的喜歡我有沒有好好隱藏 你養我悄悄的你說 對那這些都是一些很棒的地方 媽咪媽咪可以帶他們的小朋友來玩 對然後還有呢 另外一間餐廳就叫 Mini Me Kids 它是韓式的餐廳 它的特色非常的有趣 它就是說 它有一個 它主要就是 比較大一點的小朋友 那你可以去賣那邊 就是有一個 SPA的體驗 可以幫小朋友就是敷臉啊 或是擦指甲油啊 這些東西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愛 對那它也是有一個流樂設施在那邊玩 你也可以在那邊辦咖啡啊 幫小朋友抓走 最後一個也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叫做Mister Tree 它就是大樹形成 它外觀就是看起來像一棵很大的樹 然後它有外面也可以有 一些小木 然後也裡面呢 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 垃圾是給小朋友玩 對 它還有在葛林屋這個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去那邊用餐買了 超過一百塊 你會不會送一些賭券 那你下次再回來玩